近前营营疫情 完整国社制作了没做水安头来给小朋友使用 但现在疫情较稳定 这么多学生就没有各种水安头提出的使用 为了大家有顺款载利用的进行 好方就中官本来水安头 直接提做水安 并查到学生清楚操作检查 让学生够了一项港湖以外 也让这些水安头有了新的用途 为了让学生可以了解回收再利用的观念 完整国社的这次就将进行做的水安 落下和体制的水安 也让冬二亲自这一做 也当然是非常有意义 我感觉很有成就感 之后这是帮学弟妹做的 所以我也希望他们能健康 所以就是要努力做得更好一些 限制少不要车外 小朋友学得很有趣 而且这个口罩的话是 可以回收使用洗衣洗就可以用 而且小朋友又学到说 他不会害怕去学样性的东西 而且缺的都不错 我觉得可以再让这些口罩再回收 让小朋友他们再回收再利用 保存的到现在也是很好 不会浪费 因为现在夜情已经够稳定 所以已经尽快地动而使用水安 后方就决定整期作成水安 才有顺款利用的理念 一个循环经济的原理 希望大家把它加上了松井带 就可以变成了打菜用 或者是我们出门的时候 要带一个方便的口罩的时候 就可以用了 那我们希望也借由这个活动 让孩子们不仅仅是来做志工 他们刚好刚毕业 也可以学到一点才艺的课程 学到会使用缝纳机 那也希望孩子们在借由改造 这个动作的时候 他也知道说可以珍惜东西 原来发给我们的口罩 只要加上东西 他还可以使用一段时间 当时自己拥有的补补 并且用这种东西做顺利用 校长表示 透过这任何活动 可以让学生更了解 当时的问题的关联 把这些布口罩套加工制作成 可以防尘用或是打菜用的布口罩 那希望我们培养我们的孩子 即使他毕业之后 他能够去了解服务学习的精神 能够协助我们物尽其用 然后推广一股 爱物习物的一个好的风气 希望在这个活动当中 除了让学生更爱上东西 也让他们中 这种规定中更了解 顺环利用的重要性 即将对比较中不都